我女朋友特别任性 她总想让我天天围着她转 我的世界里就只能有她 我和她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之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怎么现在就做不到了 她对我的要求特别高 现在跟她在一起根本就没有恋爱的感觉了 我是找一个女朋友 又不是找一个女皇 我就不喜欢她现在 好像把什么事情都排在我前面 而且我都没有嫌弃她呢 她反倒嫌弃我了 她自我感觉太好了 我可能把她宠坏了 她从来不尝试着理解我 我跟她在一起真的太累了 掌声有请有请 男嘉宾小郭22岁来自河北无业 女嘉宾小慧23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老师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啊 大学同学吧 对 怎么能叫同学叫女皇呢 因为最一开始认识是 我俩是一个班的同学 一个班的 大一的时候刚来学校 就那时候觉得她挺漂亮的 特别喜欢她 但是你大一的时候 我不能来了没几天 我就对她表白 以为我是一个不注重感情的人 对对对 后来我一直就暗恋了一年 等到第二年的时候 就是大二的时候 我俩一块加了一个 那个羽毛球社团 这接触机会多了 我感觉这是上天给我的缘分 上天给你的缘分 然后我们俩就在一块就一直打球 大二快期末的时候 那时候她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她特别不开心 那时候我就开始安慰她 我跟她聊天 然后聊着聊着 我就把我对她有意思 这种表示出来了 然后她同意了 等于她那两年也没谈恋爱 对不对 对 就一直跟她了 然后她现在又反倒嫌弃我 想来分手 就是你知道她暗恋你是吧 那个时候不知道 但是后来 你那两年也没谈是吧 你为什么没谈恋爱呢 有一个男朋友 但是异地 后来因为跟那男朋友分手了嘛 就挺伤心的 她就一直安慰我 对 然后刚才是 也就是说你是因为失恋 她安慰你 既然向你表白 你才跟她在一起 我刚开始她对我的确挺好的 她这个人特别暖气 就是有一阵我得了胆囊炎 然后那个牌号 也比较麻烦了医院周一 然后她这个人又不能早起 然后她就一晚上没睡 早上警示六点开门 然后她就去医院牌号去了 然后经过种种一些事情吧 就挺感动的 而且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我就可以宠着你 哄着你 然后把你放为女皇 因为她这句话 所以我就感觉 有这样的男人 真的可以依靠 所以才跟她在一起的 是你说的吗 对 因为那时候是在学校嘛 我刚上大学 学校怎么了 现在不上学了 你就变了呀 我现在我也有事业 我也有父母啊 我不能依靠父母啊 你说到现在 咱们俩已经三年了 你应该能理解我吗 他怎么不理解 你说不理解 清明节的时候 清明节 因为之前我俩闹了一些小矛盾 我就想冷一下嘛 冷战一下 不是 你为什么清明节 要选择冷战呢 因为她那时候做了一件事 让我特别伤心 让我特别气愤 好 就是她做了一件 让你气愤的事 对 所以你决定跟她冷战 不是因为这个事冷战 是之前一个小事 好 我现在我也忘了 那个小事了 看来是够小的了 反正你决定跟她冷战了 对吧 对 我那时候跟她冷战了 然后她呢 那时候我决定不搭理她嘛 然后第二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 我看见她跟一个对她有意思的小伙子 她俩一块外地旅游去了 真的吗 是真的 就是还有一个女生 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旅行 对 然后因为她冷战我嘛 她怎么能这样啊 她凭啥呀 然后我就想故意气她 整整她 然后我就跟那女生说 你先出去待会儿 然后我跟这男生待会儿 对 但是你当时你怎么表现的啊 你多气我呀 对呀 就是故意气你啊 你看 我跟你说主持人 当时她在外地 她在外地 我在唐山 你在唐山 我跟她打电话 她就那种不着急 跟外地她发那亲密合影 不着急你还能生气了吗 我后来我直接问她在哪 然后我坐高铁去苏州 我找她去了 她还告诉我地址 告诉我房间号 我走到门口 里边吵吵闹闹的 有说有笑的 我敲门 她过来开门 来了 就这种语气 那怎么了呢 特别冷淡 好像我是外人一样 我一进屋 她俩在一块儿 而且在床头那儿 头对着头吃饭 当时我特别生气 你在干什么呀 姑娘 你当时就是气她嘛 然后就跟那男生 在一起待着 她说本来就是你不对 你现在说说我了你 谁让你先冷战的 你活该 但是你这是 你是怎么气我 你看 我拽住她 我瞅了 我准备打那小伙子 结果原来 对 她打那小伙子 我还挺开心的 这样才野蛮吧 你冷战算啥呀 但是你这么设局 你这么设局 你是怎么着 那你冷战干啥 谁让你先冷战 你凭什么冷战 你有什么资格呀 不不不 我特想知道 那哥们就那么无辜地 就中了枪了 我们好朋友嘛 中枪中枪 跟你做好朋友 多倒霉呀你说 行 这事 反正你们就好了呗 是不是好了 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是 还想还要跟我来分手 你说我家里人 本来就不太喜欢他 但是我还没嫌弃他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过年嘛 第一次见面 他就拿点破水果 就来了 不知道他咋讲的 那么酷酸 多给我丢面啊 你说你订餐厅 你什么时候订的餐厅啊 你半夜十二点 给我打电话 你告诉我那餐厅 我没有时间 我早晨还有一些事呢 有什么事你说呀 我忘了 你看 这事根本就不重要 他都忘了 你不重要的事情 你能排在我前面 但是你说 那次见面 你们家人怎么看我 我家人对你多好 这不应该的吗 你是啥呀 我是啥呀 当时 他爸妈不搭理我 一直对着我板着脸 我不得找话题嘛 跟他沟通 那家长当然板着脸了 还哄着你啊 那我不尽力跟你爸妈聊天吗 对 他聊天是聊天了 最后仗都没结 咋想的 还是我给他眼神 踢着他一脚 他才去结账的 我那不聊天太投入了吗 这事你都能忘 再说你有什么呀 连工作都没有 我那没工作 还不都因为你吗 你把我工作绞黄了 你什么事都怨我 现在什么事都怨我了 是不是 我当初好好的工作 你把我绞黄了 你什么工作 他绞黄啊 那时候就是刚毕业嘛 当时最先商量的时候 我俩都在唐山工作 但是我一大小伙子 我也有梦想呀 我也想出去发展 唐山是你老家是什么 不是 石家庄是我老家 我在那儿上学呢 然后呢 我也想去发展 然后我就在北京 投了几份简历 他当时跟我生气 他说不能去 但是最后还是协商了 我给了他一个承诺 我说我去北京 我奋斗一年 我要是混好了 我就带你一块去 我要是弄不好 我就回来跟你一块过 后来混好了吗 还没混好就被他绞了 怎么绞的 说吧 后来一次周末 我回来了 我跟他在家一块 坐着看电影 当时我出去接了个电话 我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板着脸 我当时问他 他也跟没事人一样 我问他咋了 他说没事没事 就是脸特难看 然后第二天我要走 他也知道 我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我走的时候 他说没事没事没事 就是脸色不太好 我说没事没事 我过了检票口 我要上火车了 这时候倒好 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你要是走了 我就死给你看 你说 本来我又感觉脸色不太好 我那时候就一直问他 本来就是嘛 你看以前他什么事都跟我说 吃饭今天吃什么的 也会先跟我说的 他必须什么事先向我 汇报我同意了 他才去做 是是是 但现在他接电话 还背着我 而且刚开始 毕业之前就已经说好了 说都在唐山他不干 他偏要去北京 而且你也承诺了吧 你说到时候在北京 不行给我接过去 也就北京 现在又整南方去了 而且你要去南方 没啥背着我呀 你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呀 你还少讲那一顾了 原来你还要去南方啊 因为那时候 我还是实习的呢 公司说填自己 想意愿去的地方嘛 那几个都是南方之类的嘛 我就写了一个 明白 那你告诉我怎么了 我告诉你不是 就为了怕跟你吵架吗 那你不告诉 这么严重 反正我又去不了 我就有一个 这想法不行吗 明白 那你去不了 你想法你应该跟我说呀 你后来回来了吗 我没有啊 领导骂了我一顿 不是你后来 就留下来了是吧 当时我就妥协了 他都那样逼我了 我不妥协嘛 然后你就没开成那会 没开成那会 但是领导也没辞了我 他就警告我了 他就跟我说 工作就是工作 生活就是生活 后来呢 别弄得公司不分明呢 对对对 后来怎么就 后来就是 公司接了一个大单 我本来我就 你看领导在领导面前 就不怎么好 他说接了一个大单 那时候团队工作嘛 都特别忙 我半个月没回去 他后来他去北京找我去了 半个月没见 一开始我挺开心的 他来了我特别高兴 但是我第二天要出差 我要跟着领导去出差 你说多难他一次机会啊 我能不能留在 我就看这次机会了 他可倒好 他非得跟着我去 一开始我不同意 他非得跟着去 后来我说 行 谁没去 去了 当初我俩都商量好了 说到了你不能说认识我 我俩订了同一个酒店 同一个飞机 然后到那儿 我说晚上我下班之后 我第一时间去找你 可他倒好 一下飞机过来挽着我的胳膊 你说我领导看见多尴尬 你说吧 本来就是我先去找你了 你还要出差 你怎么没想来找我呢 我找你你还静上 当然得带着我了 但是咱们当中 而且你工作 现在天天谈工作工作 那我算啥呀 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 说 工作重要还是他重要 而且我还是通通通通的 我得有工作才能养你啊 问你呢 工作重要还是他重要 这不丢了工作吗 现在还有你重要啊 答得真妙啊 哎呀 这恋爱谈的是吧 工作没了啊 我工作没了 天天受压力 所以你要决定分手是吗 对呀 他现在你看 他现在就这特别作是吧 他以前对我就挺好 为什么以前可以对我好 现在就不可以对我好了呀 以前那是在学校呀 你说我没什么压力吧 我就天天跟你在一块 那现在你有压力 就不能跟我在一起了呀 现在谁不分手来着 我不分手 你不分手啊 嗯 你倒要分手了 我天天受压快 哦 出头了 恭喜你哦 出头了啊 是你要分手吗 是 我要分手 我不同意 大声告 我要分手 我不同意 我要分手 你给我闭嘴 完 哎呀 你这一点微信和威望 都没有了啊 你看他现在就是这种租 他的租已经 你是真想分手 还是说说呀 我真想分手 我现在 真想啊 我这心里都 受不了了是吗 都已经有病了 他就像摆弄玩偶一样 在控制着我 我现在我真的不行了 我现在 我压力特别大 你醒了 我累了我 就累了 姑娘你意识到问题 其实很严重吗 我们笑归笑 说归说啊 我感觉不严重 因为我感觉都说嘛 一个男人如果喜欢你 就会像对待女儿一样 宠着你 难道我做的有错吗 你还觉得委屈呢是吗 对呀 他就应该宠着我呀 以前都可以 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 我们都在一起三年了 为什么他说分割就分割呀 哦 为什么呀 我天天压力这么大 哦 先给他擦眼泪去 好 谢谢 这除了 回来 回来 来来来 我们听着特别乐呵啊 实际在这份乐呵的背后 你细想起来挺替这对年轻人难受的 你喜欢他吗 我是喜欢他 你喜欢他吗 姑娘 不哭 喜欢 喜欢啊 你想嫁给他吗 想 哦 你想娶他吗 你干嘛犹豫啊 曾经想 你干嘛犹豫啊 现在不敢了啊 我曾经想 我确实想 当初他跟我在一块儿 我就是为了想娶他 哦 现在呢 不行 我不想啊 我的天呐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还真没想到你会哭了 因为毕竟三年了嘛 他什么都冲着我 今天突然之后要分手 哦 你看他要工作 你不让他去 以死相逼 他要去哪里出差 你要挽着他的手 黏着他 你刚才说 难道男人不应该 像宠女儿一样 宠自己的女人吗 不应该 男女之间是平等的 在爱情中 只是我们有时候 会是不同的角色 有时候我爱我的女人 像爱女儿一样 有时候爱我的女人 像爱妈妈一样 有时候爱我的女人 像情人一样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 正常的关系 你只固定为 像对女儿一样的付出 那最后受伤的就是你 因为你找的不是爸爸呀 小伙子 其实我觉得 在爱情当中都不要伪装 你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你是一个就愿意和 女朋友平等地分享感受 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 独立的社会人 也希望女朋友能独立 你就做那个自己啊 你装不来的 所以现在累了 累了你当初别宠着她呀 你当初给她讲这个道理啊 咱们要彼此独立啊 那个你要这个 有自己的空间 我也有我自己的 理想事业的追求 我不能天天陪着你 所以今天眼下的状况 你也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既然找了 这样一个女人 你要陪她一起成长 让她不会被灌成一个小公主 所以你也有失误的地方 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刚才那么肯定的 那么坚决地说 我要和你分手 但我不觉得你心里 对她没有爱了 没有感情了 也是因为自己力不从心了 力不从心就从心啊 你有多大能力 就对她多好 你有多大的本事 就给她怎样的爱 去做自己 也许你们的爱 还能继续下去 再装下去 离分手就不远了 你觉得你跟她能结婚吗 只要相爱就能了 那请问她爱你什么呢 你破坏她的前途 我有比她好的优势 你稍等 我问你 她爱你什么 不是爱你 你有什么优势 你可能家庭条件比她好 你跟她长得比她好 这所谓叫你的优势 人不爱 你家里人对她态度不好 她会开心吗 当她有自己的选择 去选择自己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支持她 没有 你搅黄了她自己的事 你有没有照顾她的尊严 当你居然用一种 极其过分的手段 在抱负她 和一个男孩 单独在房间里 在外地 她是怀着如何的心情 找到 你有没有想到她的尊严 你一次又一次地 破坏这个人的底线 请问她爱你什么 她今天能 在你面前说出 要分手 这东西自己多的 本身一个很好的恋情 不错的男人 对你很包容 结果你呢 憋着她说要分手 你真正爱她的话 尊重她是最起码的 让她自己闯荡 给她支持 理解她 不要一味地索要 明白了吗 男生呢 憋了很久 可以发现一下 但我不相信 你说的是真话 真要分手 你就是想给她一个警醒 其实你说的可能是违心的话 你们可能还有未来 但是你必须要 对这个女人说 请给我尊严 请给我空间 我们是平等的 当初可能是 因为追你的时候 谁没有过甜言蜜语 那千万不能 迷失了自己 所以 男生 做出你的选择 女孩 甭管她如何选择 你是错了 你要知道今后 怎么样如何去爱一个人 不一定是她 但是要知道如何去爱 好吗 就这样 姑娘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不需要被疼爱的 你需要被疼爱 他同样需要 彼此互相依恋 互相疼爱 这叫恋爱 你刚才反反复复 理直气壮地说 男人不就应该像宠女儿一样 宠着自己的女人吗 但是你要知道 当一个男人像宠女儿一样 宠着自己的女人的时候 这个女人在这个男人的怀里 她的眼光是崇拜的 就像我宠我的女儿 我女儿看着我的眼睛 应该是崇拜的 那你看着她的眼光是崇拜的吗 不是 是蔑视 凭着自己的美丽 自己的家世 自己的种种优势 而傲视于他人 看不起别人 你瞧你说的那些话 你有什么 要工作没工作 要面貌没面貌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了 分手 你这个样子 让别人怎么来宠你呀 还有一句话 我听得特别不顺耳 你有本事跟我冷战 你有本事跟人打一架呀 你是真爱这个男人吗 真正爱这个男人的女人 发现自己的男人 跟别的男人 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 更多的是害怕她受伤 而是把她扯开 你倒好 为了自己那点小虚荣 恨不得自己的男朋友 跟别人打一架 你是真爱她吗 不是 你只是爱自己 爱自己的骄傲 爱自己的虚荣 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女人 还劝自己的男朋友 上去打架的 瞧你刚开始 在哭之前那副样子 凭什么呀 你还敢跟我分手 怎么了 跟你分手 所以说姑娘 好好修为修为自己 只有真正 懂得欣赏一个男人 和崇拜一个男人的女人 才值得被疼爱 当一个女人 用崇拜的眼光 看你的时候 你可以宠爱她 但如果她用一种 鄙夷的眼光 看你的时候 你还宠爱她 那不叫宠爱 那叫谄媚 你这些年来 只是用你的谄媚 在喂养她的虚荣 把它喂成了这个样子 我觉得你们这三年当中 或许有一些感情吧 但我认为这种感情 缺乏最起码的尊重 我是根本不看好你们的 虽然男生今天 未必是真的分手 很有可能再出来 只是想今天拿你一把 但是我依然认为 你们之间不适合 人与人之间 要有最起码的尊重 就这样 眼泪擦了吧 没什么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对 我以前是喜欢你 但是你这个控制 已经让我完全没有头脑 你现在别谈这些 你想想咱们一起 经历了三年 你别哭了行吗 经历了三年 你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 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我确实真正地喜欢你 喜欢过你 那我说我也会改呢 你改得了吗 我说我能 你要是能改 我还是会喜欢你的 你说的 对 就是我说的 哎呀 两灯吧 两灯吧 啊 刚才说的都是心里话 对 过分了 孩子 就为了跟他好 所以可以受尽一切领辱吗 后来你控制他了 你就倒回头来要来报复吗 这个可不太好 请回吧 两位 回吧 所以可以受尽一切领辱吗 来 请关门 我其实听表白的时候 我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 哎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他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他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VTV剧里收看节目的 完整视频 来 看看他们的选择 请 来吧 行了 不哭了啊 以后记住啊 除了你爸和你妈 会无条件地爱你 其他人都不会无条件的 爱是要互动的 好吗 行了 回去吧 别哭了 把眼泪收拾起来 好 谢谢